好 说到我们的棒球 来关系一下我们的兄弟向未来 确定会走入历史了 没有想到网路上又传出说 原本有意愿要接手的龙岩集团 不买的消息 引起了球迷一片哗然 那么对此龙岩集团说 网路消息只是谣言 目前因为都还在等相对的回应 也没有放弃接手的打算 购物栏里满满的兄弟商品 球迷仔细挑选 就怕兄弟向走入历史后 再也买不到 但现在却传出 原本有意接手兄弟向的龙岩集团 竟然不买了 有网友在PTT爆料 龙岩与兄弟因为买卖金额瞧不拢 加上兄弟球团 想连同龙潭球场的土地一起出售 龙岩方面不同意 入主计划因此破局 价钱开的再高 其实并不碍于我们去 买下职棒队伍的程序 外传兄弟向开出五一价码 但外界估计 兄弟向合理价位 应在2.5到3亿 如果最后真的接手不成 龙岩可能直接自组定队 为什么用第五队 因为龙岩可以买下 他们以前中信金 在中华职棒的股权 因为中华职棒是一个 股票有限公司 买下股权就 没有权力进入问题点 筹组第五队 必须要等到 我们跟兄弟向的交易 确实 确定 不会不可行了 那我们再去思考其他的路径 第五队也可以是第六队 兄弟向10月19号宣布转卖球队后 10月21号就传出龙岩有意接手 但双方在10月31号会面后就没有下文 兄弟球团表示 目前相关细节不方便透露 何时转卖也没有时间表 但如果没有买家接手 明年是否会持续经营 球团方面也不愿多做回应 只希望球迷能再给他们一些时间 别让洽谈企业减光死 记者吴嘉文 陈奥谷台北采访报道